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没出门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出门 我出去 今天好热呀 吃一味多美看看小蛋糕 看看这里的小蛋糕 这个好吃 大家好我是小鹿 今天我的午饭呢 吃一个豆皮香肠卷 我还给它起了一个别的名字 叫肉肉棒棒糖 因为它做出来的样子 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香棒棒糖 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他不喜欢吃饭的话 就来可以尝试做这道菜 可以吸引他吃饭哦 主要用到的食材呢 有豆皮 还有香肠或是火腿肠 做法呢也是超级超级的简单 做法呢也是超级超级的简单 不会做饭的朋友 一看就会 那就快来看看我的制作方法吧 Let's go 我们先把一张豆皮平铺铺开 再将包好的火腿肠放在豆皮上 把豆皮切一下 根据肠的长度 把豆皮切一下 切好后加两根香菜 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吃香菜 如果不喜欢吃香菜的话 可以不用剪 下面我们开始把肠和香菜卷起来 卷紧一点 卷好后我们用牙签扎在这个位置 隔一厘米再扎一个 这样就粘好了 看起来像不像大五公 然后我们再用刀切一下 从两个牙签的中间切开 切开以后像不像一个棒棒糖 看起来是不是很香 很可爱 我摆了个造型 看看像什么 下面我们热锅下油 倒入少许的油 转小火 转小火 把这个豆皮卷肠下锅 来煎一下 来煎一下 我们来翻下面 煎至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煎至到两面金黄后 撒上一些自然粉 白芝麻 如果喜欢吃辣椒的话 可以再撒上一些辣椒粉 像烧烤一样的香味 完成了可以关火了 准备出锅 一份可爱的豆皮香肠卷 就已经完成了 配上一小碟的椒盐 一会儿试试它的味道 下面准备开饭了 干杯 今天还是喝葡萄汁 好喝 开吃了 肉肉棒棒糖 吃起来就跟肉肉小饼蛋一样 还有一点烤肠的味道 蘸一点椒盐 这个吃起来呢 不是特别的咸 如果口重的人呢 可以蘸一些椒盐来吃 哎呀 鸡鸡 我来用刀砍啊 我要疯狂的啥你们啊 来呀 做鸡可以吗 我吃个跳高的啊 哎呀 我 我复活不了啊 没有人继续了 我去买了 我来不去买了 我去买了 你去买了 你去买了 拿刀 到他们最后一脱了 你再给我拿着刀 碰到我们家里了 碰到我们最后点了 我去买了 煎得特别的脆 用一个长签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穿起来 那就叫肉肉糖葫芦了 小伙伴们 这太坑了 我掉水里面就摘死了 啊 气死我了 为什么那么那么过去 我过去了 哇 完了完了完了 我这疯了小伙伴 大大了哥们儿啊这 这个里面有一张 太坑了这个 这太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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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只会一边 比这边不会闭呢 只会这样 这边就闭不上 是不是很闷 你们都会这两面一起闭吧 我们就接这个坑了 好的 我们都已经上来了 继续走 我觉得这样我们也没有吃的东西了 继续 我没有工具 我什么事啊 你再看吧这个 但是 我觉得这一点 有点痛啊 过来 今天吃饱了 这个肉肉棒棒糖 是不是比昨天的西葫芦豆腐饼 还要可爱呢 而且做法也超级的简单吧 只要切一切 卷一卷 然后再煎一煎 美味即可出锅 如果你有家庭聚会 有朋友 或是小朋友来的话 做一道这个菜摆在桌子上 样子既吸引人 味道也特别的好 那朋友一定会 夸赞你的厨艺 相信我吧 没错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帮忙订阅按赞吧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